欢迎收听由去月有声出品的有声书《武神主彩》 作者 按摩师 演播 麦小布 萧天逸 第181世纪 血影神徒 你怎么会掌握我血影教的神通呢 血影教教主发出了惊怒离合 拨的一声 两掌相交 血影教教主被震得飞了出去 全身衣服都被血光撕裂了 变得赤身 身上血气沸腾 笼罩住自身 狼狈不堪 血影神徒 很了不起吗 不过是天地千万大道之一 你能掌握 其他人就不能掌握了 秦晨一掌震飞了血影教教主 窥然不动 身形高高在上 无动如山 显现出了绝世强者的风采 这血影神徒 是本少爷从一个血影教的副教主身上掌握到的 此人带着一帮血影教弟子来我宗门撒影 直接被本少爷轰爆了肉身 提炼规则 尸骨子 应该是你都会下巴 不想死 乖乖退走 否则本少爷连你一起斩上 直接炼化了你 秦晨目光森寒 冷冷说道 语气中带着强烈的自信 霸道和威猛传递了出去 周围的每一尊高手心灵都感受到了一种极大的恐惧 好像是直接面对了一尊爵士杀神一般 狮虎妖主等五大妖主也是大吃一惊 他知道秦晨的厉害 但是也万万没想到厉害到这种程度 一掌就把血影教教主震飞 这是何等的修为 须知 血影教教主在天荡山脉中 那也能排进前十的顶级强者了 我果然没猜错 此次身上的气息看似是后期胜主 实则强悍得一塌糊涂 难怪我之前也感受到了一丝心急 没有必要的情况下此次不可为敌 狮虎妖主吐出了一口气 他之前就觉得秦晨非同小可 现在看来果然实力强悍 这等实力足以和他这个半部尊者争锋 一旁 银谋狼王 青巷王 金文血鹏 小木魁 四大妖主都是目光精进 暗暗心静 血影教教主啊 这可是他们的老对手了 居然如此不堪一击吗 在场最震惊的 莫过于和秦晨动手的血影教教主 他的脸色凝重 身体一个摇晃 一道血光笼罩住自身 特别是听到秦晨轰杀了他血影教诸多高手之后 眼神更像是要滴血一板杀气当他 他很愤怒 恨不得立刻要和秦晨去拼命 但是李智拉住了他 秦晨刚才表现出来的实力根本不在他之下 而且秦晨身边的尤千雪和青丘紫衣气息非凡 显然都是强者 虽然一个小小的后期胜主 为什么能有这样强横的战斗力他想不通 但是此时此刻他不会去贸然出手了 看样子你们已经学乖了 也罢 此地乃是剑种之地 大家都是为剑种而来 你们懂事 那便罢了 本少爷没工夫理你们 可非要找死 那本少爷就由不得要将你们斩杀了 秦晨语气霸道 强横 高高在上 立刻就让血影教教主还有鬼夫族长老 脸上青一块白一块 个个都是无比的愤怒 小辈 你太嚣张了 仪仗着有强横的实力在这剑种之中如此嚣张 难道你不知道 我们才是天荡山脉中本土高手 你一个外来强龙 在这里如此嚣张 不觉得过分吗 主位 此人如此严刑 是不将我天荡山脉诸多顶级势力高手放在眼里 使可忍 说不可忍 吉神宗的宗主 眯着眼睛说话了 一开口便给秦晨扣了个大帽子 想要让秦晨成为天荡山脉诸多势力的对立名 他吉神宗和血影教 还有鬼夫族都联合天元派 进攻古道宗 如果血影教和鬼夫族的高手都死了 那么他吉神宗的高手恐怕也是凶多吉少 你是个什么东西 敢和我这么说话 哦 我想起来 你应该是那个什么吉神宗的宗主吧 你们吉神宗也派人入侵我古道宗了 应该是你们吉神宗的一个副宗主 叫什么吉圣主的吧 可惜啊 他太弱了 被本少爷一拳就洪暴了 浑身碎骨 怎么 你不甘心啊 也想试一下 那本少爷就如你所愿了 这吉神宗宗主深知秦晨的可怕 因此并未出手 只是在那里开口 要让天荡山脉所有势力同手抵抗 针对秦晨 哪里知道 他这话刚刚一说完 秦晨目光一横 击射过去 刹那之间 庞大的意志就笼罩了他 轰隆一声 直接就是一拳轰杀而来 恐怖的权盟涌动着瞬间 直接来到了吉神宗主的头顶 秦晨竟然是说出手就出手 直接抹杀 简直是嚣张的令人发指 好像是自己是天荡山脉主人一般 根本万事不管 先弄死对方再说 杀戮权益涌动无尽的杀机 浩荡的群功之中 一道道可怕的杀戮符文凝聚 对着吉神宗主 就是轰杀了下来 枉死 吉神宗主这尊顶级巅峰圣主的脸色都绿了 感觉到强横的力量 立刻双手撑起 打出了天地极道之洪流 张口一吐 一挂天河似的神光积舍 居然是自身修炼的吉神之气 要撕裂秦晨的全盲 秦晨的目光一闪 心中立合一声 启元神通 杀戮权益之中 一道启元力量升腾了起来 演化天界的启元 万物的轮回 对着那吉神之气 轰击而去 砰一声 吉神之气破裂 那吉神宗身躯一阵 体内发出了噼里啪啦 如同炒豆子一般的轰鸣声 起源之力倾泻而来 带着恐怖的杀戮意境 这吉神宗主 口鼻之中都流淌出了鲜血来 身形倒退 直接被轰得受伤 神色争灵 哼 天地神通 圣元炼化 秦晨体内 道道的圣元击射出去 一股无形的空心之力 封锁虚空 困住着吉神宗主 居然要在众目睽睽之下 直接将他困死 炼化 轰爆 这不是他凶狠 而是他需要立威 秦晨早就推算出来了 这次来到建筑之中危险重重 有好几道是冥冥之中的危险正在靠近 其中有一股命运之力 显然是诸葛世家的老祖诸葛如龙 已经是盯住了自己 比如诸葛如龙 这什么吉神宗 血影教都不算什么 因此秦晨必须立威 让对方忌惮自己 不给自己使办 否则一旦被这吉神宗等势力 缠住 再等到诸葛如龙等高手到来 那秦晨就真的危险了 因此 秦晨与其低调的隐藏 还不如直接表现出实力来 让许多人顾忌 让这些天荡山脉势力的高手有所忌惮 不至于会对他使坏 他才能抓住机会 再者说了 秦晨三人的确算是外来人 不展露出一些实力来 很容易会被其他人针对 直接先围攻了也未必 不好 快来助我 吉神宗主被秦晨的天地神通围困住 只觉得自己身陷一片无法挣脱的囚龙之中 滚滚的力量倾泻而来 他顿时大惊失色 嘶吼起来 按照道理讲 他吉神宗主 乃是天荡山脉顶级的高手之一 一向不动如山 威严高贵 但是 在这种时候 还是忍不住惊恐 天荡山脉其他势力的高手 看到了这一幕 心中都是一提 包括那黄金巨人族的高手 也都是目光凝重 却是没有一个人动手 实在是秦晨太凶悍了 就在这个时候 一边突起 阁下在我天荡山脉诸多势力面前撒野过分了吧 伴随着冷喝 秦晨立刻感受到了一股强横的力量 瞬间 席卷而来 是那天原派的云霄宗主 终于懂 这是一个老者 先锋盗骨 白须飘飘 之前一直不曾出手 如今之际 眉头一皱 骤然间动 刷底下 他身形如电 手中出现了一根浮尘 这浮尘挥除 煞石剑 一道可怕的圣渊之力 喷泊而出 化作了波浪滔滔 大河汹涌 在那圣渊长河之中 无数的规则符纹涌现 秩序神恋绽放 把对天地的感悟演绎到了极致 并且 在这力量之中 还隐约带着一股凌驾天界之上的气息 是尊者之力啊 这天原派的云霄宗主 竟然是一尊触摸到了尊者境界的顶级强者 他这一击 直接破开了虚空 对准秦臣 斩杀而来 要毁灭一切 少爷小心 此人已经触摸到了一丝尊者之力 不容小觑 清秋紫衣看到这圣渊长河大吃一净 身体之中一股浩瀚的妖之力弥漫了出去 汇聚成了一道可怕的妖力长河 要抵挡住云霄宗主的圣渊之光 哪来的妖族都说 云霄宗主本来突然出手 就是带着暗中偷袭的念头 却没想到清秋紫衣突然出手 爆发出了可怕的妖之力 要将他给抵挡住 而且这股妖之力 论境界修为 竟然是丝毫不在他之下 圣渊长河之中 传递来冷冰冰的声音 轰隆的一声 这圣渊长河在攻击中一分为二 其中一半被清秋紫衣阻拦住 而另一半竟然是穿透虚空 带着莫测的手段 扑向了秦晨 要将其当场斩杀当场 霹雳啪啦 这天原之光威力无穷 秦晨四周被掌控的空间领域 都被一下子轰裂了开来 发出了破碎的声音 这一瞬间 秦晨就感受到了一股可怕的力量 要入侵自己 天原神头 这是什么力量 秦晨目光一闪 难怪这天原派能够成为 血影教 集神宗 鬼伏祖等四大宗门之首 不仅仅因为他背靠着诸葛世家 更重要的是 这云霄宗主的实力 也凌驾在其余几尊高手之上 就连那五大妖宗的狮虎妖主 也是目光一力 暗道一声好深的心境 他一直以为 这天原派宗主 实力也就和血影教主他们差不多 谁知道 竟然也触摸到了一丝尊者之力 比起自己 也相差不多了 眼看的一股力量 要倾斜而来 秦晨目光一闪 身心后退 要躲避这一道攻击的侵蚀 想退 在本宗主之下 没有人可以全身而退 圣光长河之中 云霄宗主冰冷的声音传递而来 圣渊长河如影随形 奔腾过来 轰向了秦晨 不把一个人轰抱 绝不后退 狂妄 想杀我 哪里那么容易 你以为你是尊者吗 秦晨的脸上 至始至终 都保持着冷静 没有一丝的畏惧 反而是露出了一丝冷笑 在那圣光长河 袭来的一瞬间 手中骤然出现了一柄利剑 绿色妖剑 斩 绿色妖剑的剑光涌动 腰直立弥漫 一道通天的剑气 暴涌而出 带着永恒的意境 除此之外 这一道剑光之中 还有着起源光芒 在闪烁着 骤然间暴涌而出 轰隆的一声 剑光和圣渊长河碰撞 煞世间天崩跌裂 轰隆隆的轰鸣着 云霄宗主 施展出的可怕圣光长河 顿时发出了一声剧烈的轰鸣 顷刻间就被斩暴开来 圣渊滚滚四处剑散 扑的一声 并且剑光闪烁 斩碎了长河 暴涌而出 竟然是还有一道 微微的剑光没有熄灭 来到云霄宗主的面前 云霄宗主立刻出手 手掌之中欲滑绽放 秩序神练闪烁 将那剑光给捏爆 可他的身形 却是蹬蹬蹬地 后退开了几个 脸色一阵轻一阵半 什么 他暗静 看着自己的手心 有鲜血流出 竟然是被斩伤了 露出了难以置信之色 天元派宗主 果然又两下子 难怪在天荡山脉 如此嚣张 怎么 你们四大势力 想一同对本少爷出手 尽管上来吧 也罢 在进入这剑种之前 本少爷就先大开杀戒一番 秦辰手持绿色腰剑 冷然说道 目光森寒 他三言两语之间 就击伤鬼扶组长 集身宗主 血影教主 并且击退了云霄宗主 给人一种强势不可敌 盖世无双的霸道气质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